現在我們坐的船上這邊後面還可以直接看到大阪城喔 還沒告訴小姐 我們要去領取周遊券就是直接看到後面這個 這個往前直直走大概走30秒就可以到達囉 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的頻道 上次拍攝了這郵件廣送大家的好評 那我們的周遊券一日遊又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拿到我們的周遊券一日遊 它一樣的話是日幣2800 那我們剛剛是從玉塘金站下來之後 看到它的售票口在往右手邊走 就可以看到這個定期券五粒八這邊 它這個雖然有一點點難找 但大家可以認一下它旁邊這裡有一個藥妝店的對面就是了 那如果大家想要一樣買這個周遊券的話 在網路上或是直接到這裡都可以購買喔 那我們趕快出發我們的一日行程吧出發 上次已經讓我錯過一次搭船的機會了 所以這一次我們要來搭船 我們來大阪城了 希望等一下還可以搭得到 現在才是中午12點左右而已 那早上12點左右而已 今天就感覺已經蠻多人要來大阪城了 現在我們使用周遊卡這張卷去西枝灣庭園也是可以免費入場的喔 那出發吧 使用一日券的話就直接從左邊這邊進入就可以 它直接刷這一個就可以進去了 我們現在進來裡面了 那拿這個券呢進來這個大阪城這個卤這邊 它是好幾個展區都可以看的 我們去看看重要的文化遺產 那我們今天用周遊券一日是這三個展區都可以看的 那我們趕快進去吧就在左手邊 這邊後面展示了很多以前的文物 有江鎮初期1620年的建物 大家知道下面這個洞是做什麼的嗎 這是以前的舞者都是從下面這個洞 或是上面這裡瞄準來射擊敵人的喔 超酷的它這裡有保留了好多個 可以想像說以前都是很多舞者在這邊 就是射擊瞄準的 以前他們就是拿著這個槍 然後這樣子 射擊外面 感覺滿酷的 這個槍也滿重的 你看 因為我們前陣子的樂遊券沒有坐到大阪城的船 我們這次用周遊券回來了 現在才12點半左右而已 希望還有 就在前面啦 欸 下次是3點了欸 那現在已經是12點半而已 我們已經預約到下午3點了 超級有人氣的 那中間這一段時間呢 等一下我們可能也會上去天首格逛一逛 他說這一個 你拿到這個券之後 要搭乘的前10分鐘 等一下去前面那裡集合 真的太有人氣了 在大阪城外面也有很多賣這種屋台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這種 Juan Pong 現在非常的有名 在新齋橋啊 大阪城 都看到很多他的攤販 我們來吃吃看 可以看到我們後面賣的很多屋台 那我們剛剛在這個Juan Pong 買了一個這一個 Juan Pong 它這樣子熱騰騰的 然後它是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起司口味 一個是クリーム口味 趕快來吃吃看吧 它這個還好燙喔 它這一份的話是日幣500元 它就是有點像 雞蛋糕這樣 但是 第一口下去還沒有咬到起司 第二口還咬不到 第三口也還沒咬到 直接用扒開的好了 嗚嗚好燙 在這裡 它起司在這邊 來吃吃看它起司的味道 我覺得 它起司味沒有到很重耶 就是普普通通 我們現在回到大阪城 準備要去搭我們的船 那我們現在才是2點50左右而已 它這個大阪浴座船又關了 真的超扯的 所以建議如果你想要來搭乘這艘船的話 盡量早一點喔 要不然它真的賣完票 整個就給你關掉 你就算有錢 你也搭不到這個船 那我們現在提早10分鐘 姐妹來這裡等喔 如果想要搭乘後面的浴座船的話 記得提早10分鐘拿好你這個卷來這裡等喔 現在後面的人都是在這裡等 等一下要搭上船的 我們搭這個船 它說大概20分鐘 它就是可以在大阪城的城河旁邊 然後繞一圈 大概是半圈這樣來回 感覺下來了 很不一樣的感覺耶 跟下面那個城河感覺好近喔 它剛剛發給我這個 所以我們等一下這樣子坐船出去之後 可以注意看 它這個城牆這裡可以發現 這個人面石喔 小小的希望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應該像長的像這樣子 我們準備要出發啦 大阪城在這邊 欸超酷的 我們坐在金色的船上面 整座船都是金色的 哇大阪城 我們現在坐在這艘船上面 我們現在坐在這艘船上面 感覺滿舒服的 就是風輕輕的吹 然後感覺跟下面的那個 河特別的近 然後我們就搭乘這個船圍繞在大阪城的周圍 另類的欣賞大阪城 大家有看到嗎 在我看一下比 欸這裡 前面這裡就是人面石 有看到嗎 前面這裡就是 大阪城河的最末端 我們要轉彎回去了 現在我們坐的船上這邊 然後面還可以直接看到大阪城 更近距離的 欣賞大阪城 我們現在搭乘完後運的浴座船了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難怪就是很快就會被賣完 如果來到大阪城的人 非常建議一定要來搭乘這個船喔 它這樣繞過去 左邊繞過去 右邊繞過去 總共大概20分鐘 除了可以讓你看人面石 還可以近距離的欣賞大阪城喔 非常的推薦 那我們現在要去別的地方逛一逛 那我今天又有帶了一些河果子 等一下可以直接在大阪城的周圍露營 那我們現在來到大阪城這邊野餐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帶來的兩種禮盒 左邊這一款小禮盒的是基礎禮盒 那右邊這一款的是豪華禮盒 那裡面共有都是日本當地的河果子 還有餅乾 那它基礎禮盒的話 每一次會有一個小禮盒 會有3到6種不同的口味 那給大家看一下豪華禮盒 豪華禮盒的話就是6到12種 話不多說來吃吃看吧 我現在已經拿出來我想要吃的零食啦 現在下面的零食都是日本各地非常知名的河果子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什麼呢 是這個小小的 它是十千果 然後有兩種口味 來看看 小小的包裝很可愛 長這樣子 看起來超好吃的 還不知道它中間包的就是 像什麼口感 我覺得它中間這個很好吃耶 它這個中間吃下去雖然它是餅乾 但是它吃下去有點像冰淇淋 的那種感覺 然後草莓味非常的重 你看這旁邊都是草莓 嗯 我覺得這個好香好好吃 再來第三個我們要來吃這個 檸檬派 這一個我記得它也是蠻有名的 常常在各大百貨公司下面看到 檸檬派 它蠻大一個的 嗯 嗯 一聞都 超重的檸檬味 它打開是長這樣子 哇 它外面這個應該是那個檸檬的糖霜 然後後面這個從下面這裡看應該是 什麼蛋糕體之類的 來吃看會不會很酸 檸檬皮不會到很酸 我覺得是剛剛好的那一種 我覺得如果你有喜歡檸檬的人 這一款真的蠻好吃的 再來要吃吃看我們這個果凍 它裡面有兩個水果在裡面 嗯 嗯 我現在吃起來 感覺有點酸 可能因為是我剛剛前面吃的一些甜的 要不然它應該是蠻好吃的 如果大家也想要購買 可以先點進去核心官網 往下滑會先看到一個豪華禮盒 豪華禮盒可以單月買 或是一次買12個月 再往下滑會看到基礎禮盒 再往下面呢 就可以看到立即結帳區 在這邊在右手邊 如果還沒有使用過優惠券的朋友 可以在這邊輸入孟子的優惠碼 YUMEKO就可以獲得10%的優惠 在左手邊填寫完個人資料之後 就可以完成訂購啦 那如果大家在台灣也想要跟孟子一樣 吃得到日本當地的核果子美食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欄的地方 那這種禮盒呢 可以單月買3個月買 6個月買或是12個月買 當然是越買越多越划算啦 那孟子的優惠碼又來了 大家可以輸入YUMEKO就可以了 額外再獲得10%的優惠喔 那如果想要買的朋友 可以去說明欄的地方 趕快買起來 那我們現在要走上去添收歌 它使用周遊券一樣 是不用再另外付錢的喔 現在要去大阪城的人排了超級多 真的超多人 已經排到後面這裡去了 大阪城在前面 因為我們有買這個一日券的票 現在被那個警衛說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去了 就不用再後面排大排長龍了 這也可能是買周遊券的好處吧 如果你沒有買的話 到這裡還要一個一個慢慢的排隊 周遊券進去大阪城 裡面也是不用再另外付費的唷 謝謝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達大阪城的展望台了 那因為大阪城裡面有些地方是不能拍照的 我們這一次就直接帶大家來八樓展望台 看看八樓展望台的景色 走吧在外面 那我們現在已經灌完後面的大阪城了 剛剛也在大阪城旁邊坐了浴座船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前往下一個地方囉 我們搭乘這個車的話 一個人是三百日圓 然後我們要搭去地鐵那邊 我們這還是沙發的 還比較舒服 我覺得比小火車還不晃 不想走路的話就可以搭乘這個車 我們剛剛搭完後面的車了 我覺得呢 跟我們上次搭的小火車有非常的不同 它那個路線好像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搭的這一台車是日幣三百塊 小火車的話好像是四百塊 然後我覺得後面這種小的比較好坐 它後面就是沙發 然後也比較沒有那麼正 你可以依你的路線去選擇說你想要搭哪一台車喔 那我們趕快出發去下一個地方吧 這也不太好 ilen像黃草 天王寺動物園 這一次我們使用周遊券 也是不用再另外付門票的喔 那我們趕快進來看看吧 天王寺動物園 我覺得是一個滿好到達的動物園 它距離車站只要走路大概五分鐘左右 那它在這邊已經漸員超過一百多年 裡面的動物的種類也超過一百八十多種 前面這裡就是駝鳥的家 我們來看看夜行性動物園 感覺是蝙蝠耶 天啊 好可怕喔 這裡前面在動的就是蝙蝠區 剛剛後面逛完蝙蝠區了 我覺得滿可怕的 裡面都黑黑暗暗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來看一下 好美喔 粉紅色的 感覺好像假的喔 那個關節的地方 對不是 關節的地方是他們的標記 他們關節的地方也是粉紅色的耶 北極熊這裡超有人氣的 好多人聚集在這裡看喔 沒想到到市區裡面也可以看得到北極熊 超有人氣的它 但裡面是不是只有一隻 我們現在逛完天王寺動物園了 我覺得雖然它動物園裡面不大 但是路線規劃的非常的好 而且你可以跟動物可以近距離的觀賞它 我覺得真的是滿不錯的一個景點 如果你有周遊圈的話 不知道去哪裡也可以進來這裡走一走喔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後面的 新世界通天閣那裡看看 從天王寺動物園走出來之後 後面這一條就是新世界商店街 非常的近 建議如果有來的話可以兩個一起逛喔 他們現在做了很多這種射擊的遊戲 今天的商店街感覺滿多人的 尤其是這邊串炸的店很多 新世界這邊串炸非常的有名 所以我們找了一家串炸來吃吃看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來這一家串炸店了 那他們一開始進來的話需要先點飲料 我們已經點了烏龍茶還有可樂 那之後呢如果你要點餐 就是掃上面的QR Code 用自己型的手機點餐就可以囉 那前面看到的這些就是它的開胃菜 小菜 這軟軟的 這我不太喜歡 我想吃吃看這個 采魚片的東西 這應該就是單單采魚片吧 這采魚片滿香的 咬下去立馬就融化 比較期待它的串炸 嗨 那我們點的到啦 那它這裡的話是 就是它炸好一串一串放上來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我們這個和牛 感覺應該還不錯 它感覺這一家都滿乾淨 然後這個只能一次沾一次 沾過之後就不能再放下來 它這個和牛滿好吃的 它這個和牛滿好吃的 其實它和牛裡面滿嫩的 然後外面皮酥酥脆脆脆 我要吃我這個洋蔥 它是一整個切片拿去炸 我在串炸這種很喜歡吃洋蔥 因為我覺得洋蔥很甜 然後會把那個甜味逼出來 這炸用蔥很好吃耶 再來我們吃這個鳥蛋 鰻唇蛋 它鳥蛋是從中間這樣子爆出來 然後可以吃到它食材的新鮮度 目前吃到任何每一個我都覺得蠻好吃的 我們前面這個薯條 這是鹽巴吧 我覺得它這個薯條就比較普通一點 麥當勞的薯條比這個薯條好吃 而且它這一份好像是480的樣子 我們下一個吃這個炸起司 感覺應該會爆香 它這個起司也是蠻濃的 然後咬下去都化開 是重口味的那種起司 那我們吃這個炸雞 拿去加 它這個雞 也是蠻嫩的 然後外面這一層就炸了一層飽飽的而已 我覺得他們家食材確實用的都還不錯 那我們這一次吃的這一家 穿上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可以有日文菜單 英文菜單 還有中文 如果你看不懂日文的話 在它進入頁面這裡可以選擇中文 然後它點餐啊 旁邊還會附設照片 那我覺得今天吃下來的東西 我覺得裡面的食材算是新鮮 價格也不會到很貴 這一家算是蠻推薦的喔 之後如果有來通天閣這裡的話 就可以進來這一家吃 而且這一家的位置算是蠻大的 嗯 食材非常的新鮮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後面這一家串右衛門了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是蠻好吃的 非常的推薦 那我們等一下就進去通天閣囉 我們現在要進去通天閣 我們現在要進去通天閣 我們也換好通天閣的票了 不用再另外加錢 那平日的話 還可以無料玩這個溜滑梯喔 來到通天閣 如果你想要自己手做自己的通天閣的話 可以在旁邊這邊拿 它這個紙就是你自己回去可以組裝 組成你自己的通天閣 放在家裡做擺設 旁邊這裡還有很多古早的那種 玩遊戲的擺設 反正都只是做裝飾而已 那我們使用這個周遊券 可以上來通天閣這一層 這一層 繞一繞走一走看一看 那如果你要上去上面的戶外的 你要另外再付300塊 就可以上去樓上戶外的 觀看那個大阪的景色喔 那現在外面的話是大阪夜間的景色 大家請看 那如果你想要上去戶外的展望區 因為我們有這個周遊券 它還可以再折100塊 原本是300塊就可以直接用200塊 就可以去上面展望台看看喔 現在前面看到的這一條 就是我們剛剛吃飯的那個商店街 如果上來這裡的話 還可以跟後面這個比利肯浮身做參拜喔 那我們大概逛通天閣 逛了一個小時左右就出來了 那現在是8點半 我們還有時間還可以繼續用我們的周遊券 那我們回去梅田吧 今天旅行呢 最後我們來到梅田車站旁邊的Hi-Fi 這裡搭那個觀纜車 它這個觀纜車使用周遊券的話 也是不用錢的喔 我們等一下就要上去拉乘摩天輪了 剛剛大概等了20分鐘 終於要等到我們了 我們要坐這一台車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通風的 位置感覺還滿大的 這個熊超可愛的 我很喜歡這個熊 等一下我們到最上面的時候看可以看到什麼景色呢 現在是覺得滿可怕的 從後面看那裡還可以看得到那個鐵道 就是梅田的鐵道 我覺得現在我覺得有點聚高震 還沒到最上面 還沒到最上面耶 還沒到最上面耶 好可怕喔 其實還沒有到最上面 等一下要下去了 下去的時候感覺也很可怕 要下去了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站 來到了Headfight搭乘摩天輪 那我們今天總共去了天守閣 還去了天守閣旁邊坐浴座船 再去天王寺動物園還有通天閣 最後一站來到這個摩天輪 那我們這樣算下來 一共現省了2000日圓 是不是超划算的呢 那今天週遊券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歡呢 如果有喜歡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